去到这条就是要你解决这条等式 和把你的答案画在数线上 做法是这样的 首先你看到这份数有个4在下面 扔到旁边的绳子变成7-3y 就是小个等于12乘回y-2 下一步就将12乘进去 先拆图好 这些是一般的动作 就变成12y-24 然后你看到左边又有y 右边又有y 那搬哪个呢? 你看到coefficient 左边的就是-3 右边的就是12 记住小coefficient搬到旁边 所以就变成 右边就放12y加3 左边就是7加24 小个等于12y加3 3y 那便会计得到 31小个15y 最后出答案 y就大个31 超过15 大个等于31超过15 不是part b sorry 这里就是要画一条数线 怎么做呢? 其实就是这样 先退回这位置 你要画几样东西 第一就是画一条数线 下面这个箭嘴 然后画一个 你计出来的边界位 31超过15 然后你要画一个0 有个reference point 有个参考点 在那里 31超过15 就是正数 所以在0的右手边 然后你要在箭嘴界里 加一个代数y 然后因为y大 等于31超过15 所以大个箭嘴就向右 向这边画 有等于 包括31超过15 这个数值 所以这个位置 就要有个黑色的圆圈 在那里 那就叫做一个完整的 graphical solution